15岁无论是对于一个杂志还是对于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跨度 然后20岁其实还是比较青春比较懵懂 然后30岁是儿立之年嘛就比较成熟 25岁呢建于中间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半熟的状态 然后反正我也没到25吧还要过几年嘛 我觉得反正现在还没到我就趁现在年轻再疯狂疯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